文字幕志愿者 李文維OT 環境方面的議題 或者說相關的事情 也都把立委來幫這個環保團體的證詢 或者說幫這個地方民眾來葬藝之言 很多政策也是在他的協助之下 能夠來這個立委再次謝謝他 謝謝 接下來 我們就請這個台大經濟系的影響的林教授 來針對這個反對經濟的影響做進一步的論述 那林教授我想各位如果有關心的話 知道這個林教授對這個議題 這個非常深入的研究 我都有 好 歡迎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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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主 今天啊 今天 這個環保結局也可以怎麼樣 我覺得反對英法的秘密很緊張 對 因為全台灣的反對英法經濟學生 經常性的反 或全面性的反 所以四個 不容易 陳博士 王突發等等 對 這個政決授的議員都是反對英法 大家同時性都很高 所以剛剛聽到王突發講了 完全沒有意見 我只能做一些補充 因為只有15分鐘 你可以更多時間 不用不用 因為我剛剛在台大 在主專班 又講了兩個專門 好 我今天要講的 有幾點 呃 是補充 這個 王突發 對這個 AGFA 還有報告 我第一個要 講的就是 AGFA 就剛剛王教授也提到 不能夠陷入 馬英九的說法 也不能陷入經濟部的說法 經濟部 馬英九的說法 他現在要把 AGFA 縮限為什麼 就是兩岸具有 兩岸特色的 MTA 或是 具有兩岸特色的 經貿 關稅的減納 他們其他都不談 沒這回事 我們現在看馬英九怎麼講 好 馬英九這個小可愛 他講到 他說 AGFA 有三大部分 第一個 減免關稅 第二個 投資保障 第三個 智慧財產權保護 其實第二第三個 不需要透過簽AGFA 你單獨 我們跟美國在簽 這個投資自由 還有保障 這個不需要 簽AGFA 其實他裡面講的只有 減免關稅 好 他最近講的減免關稅 這個是 大概 三個禮拜 簽線 馬英九的說法 一變再變 他最新的說法說 簽的AGFA 你只要看台語 那個 所有分號 上面都簽一個布條 AGFA 是幫台灣人民做生意 提高國家競爭力 請支持AGFA 他都有這個布條 所以馬英九認為 AGFA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幫人民做生意 提升台灣競爭力 在幾個禮拜前 他到南部演講 到了花蓮演講的時候 他知道 簽AGFA 是要讓台灣能夠發展 台灣接單 中國生產外銷全球的發展模式 台灣接單 對我們台灣經濟成長率出口 數字都有所幫助 但是中國生產 會導致什麼 我廠商在中國生產投資 我就不會在台灣雇用 台灣勞工 會在中國雇用 中國勞工取代 在台灣雇用台灣勞工 所以對台灣就業市場衝擊很大 所以簽了AGFA以後 這一種發展模式 對產 對企業有利 對財團有利 對勞工階層 對中小企業都沒利 所以AGFA照馬英九說法 應該是最主要目的 就是幫財團做生意 讓勞工中小企業 生氣困難 所以這是馬英九的說法 他最新的說法 接下來經濟部就是剛剛 這個就是我們的王篤花跟那個 那個引起民槓上的地方 三個蛋黃 三個蛋黃 但王篤花不敢吃 其實三個蛋黃就是怪蛋 怪蛋的說法 很怪蛋 其實這裡面 前面兩個沒什麼 最重要是投資自由化 投資自由化什麼意思 中資來台不能限制 台灣廠商到中國投資也不能限制 就是實現資金技術的自由 移動自由化 這個在我們過去 因為我們對廠商到中國投資沒有限制 就我剛剛講的 中國在中國生產 投資生產的台灣廠商 用中國的勞工來取代 在台灣原來有工作的勞工 導致我們過去 我們的失業率居高不下 我們的薪資所得很難成長 即使那個在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開放中國勞工來談 就是因為讓這個資金技術能夠移動 所以導致我們的失業跟這個薪資所得 都惡化 所以這個怪蛋說裡面 其實它已經不是很 普通我們講的MTA 已經包括生產要素的移動 再下來中國的說法 因為中國 即使馬英九眼中 他是不敢得罪的小老弟 但是我們要看中國的說法 中國說法更白了 他說兩岸已經透過商簽 他用的用詞我們都不太會用 就是要簽訂這個經濟合作家貨協議 逐步消除貿易的障礙 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 剛剛那個殷啟民的怪蛋說裡面 就已經有這個 這個紙巾技術移動 但是中國的說法裡面 他更加上能源的自由移動 所以這個會讓我們的這個 對我們經濟衝擊更大 那中國還要一向是什麼 他希望這個兩岸經濟的關係能夠正常化 難道台灣跟中國現在經濟沒有正常化 這個要說到2002年 2002年 中國先與台灣加入WTO 所以我們兩個幾乎同時加入的狀態下 我們在加入前就沒有跟中國有任何的協商 所以我們加入以後 中國已經是WTO的會員國 所以我們應該本來是應該依照最惠國的待遇 給予中國跟歐美之其他國家 所有會員國相同的經貿優惠的待遇 假如你用最惠國待遇的話 那你對中國的工農產品幾乎都要開放 那比照歐美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台灣跟中國在生活習慣語言使用文化差異都是最小的 所以其實中國一旦這種開放 中國生產的東西很容易銷到台灣 打擊台灣的內需產業的生產 對不對 你先想看 飲食習慣台灣跟中國非常接近 假如做蔥油餅的話 在中國生產的蔥油餅 它賣到日本不好賣 賣到韓國不好賣 賣到台灣不好賣 只要價格沒有便宜的話 很容易取代台灣的商品 所以當時阿扁總統就講得很清楚 他說一定要有所限制 所以他限制了2194項的中國工農商品禁止進口 2194項 這個佔了台灣總商品項目的20% 其中有834項是中國的農產品 他知道這個一開放 對中小企業勞工階層和農民 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他就不開放 但是大家可能又問 那不開放 中國為什麼不到台北NTU去申訴 因為你有歧視他 為什麼不申訴 因為中國 他是不願意把這個 所謂的兩岸經貿關係呢 拿到台北NTU去討論 他不願意這個兩岸經貿關係 國際化 所以他等了8年 這一次就是要透過這個AGBO 希望我們取消這個商品的限制 那最近看到山中的反彈很厲害 所以他浪力就浪這一關 所以經濟部或是農委會說 我們在談判的桌上沒有這個項目 沒有這個項目不表示不談 在談判的對方 一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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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